第249节 刺激 从小就看不见颜色吗? 顾景芝但没有预料到会如此 江心点点头 那你是色盲症啊? 顾景芝道 全色盲? 江心微微笑了小问 这个还有专门的词 我看了很多的书也没有寻到 你果然不仅仅是音术号 学识也好 语气里是满是羡慕 顾景芝哭笑不得 听到顾景芝说出专业的词 正常人的反应应该是问能不能治疗 江心的注意点不在正常线上 就为了这个就想死吗? 顾景芝道 那也太不值得了 我说了 我没有想死 江心的 我只是觉得 活着和死了 没什么区别 想死 是觉得 活着不如死了 所以 我并没有撒谎 我不想死 我只是顺其自然 也不想非要活着不可而已 人生了重病 就是生和死的一场较量 死拔合 一头是病魔和死神 另一头是病家自己的求生意志 当病家觉得生并不那么重要 死神就很快把生命力拉了过去 江心就是这种状况 他自己并不想承认 顾景芝弄清楚了他的病根 就不想再逼迫他承认什么 转移了话题 你母亲很担心你 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顾景芝道 江心又抿了下唇 他不高兴 或者为难的时候 就爱抿唇 他也不一定相信 江心的 小时候就这样 懂事的时候 常被他们取笑 说了也没人相信 你告诉他 他可能是相信的 顾景芝点点头 他自己本身 就不太擅长家务事 前世 他和丈夫都沟通不好 自然不会装博学 来教江心 如何和父母家人沟通 虽然他感觉 江心对家里人 有点误会 亲人之间 不管有什么 都应该交给 他们自己去处理 而不是一个外人 指手画脚 回头 我会告诉他的 顾景芝对江心道 顿了顿 他又道 色盲 绝大部分的原因 是遗传 你父亲 或者你祖母 谁有这样的问题呢 是遗传 江心有点意外 他一直觉得 是自己的原因 他天生就是个怪胎 是的 顾景知道 而且是交叉遗传 假如你祖母 有色盲的话 只会传给他的儿子 那么 他的儿子遗传下来 就会传给你这个孙女 将来你成亲了 你的这个状况 可能会遗传给你儿子 而不是女儿 江心不免一笑 他仿佛突然心情 好了不少 这个 我真不知道 他笑着道 知道这个世上 有人和他一样 他心里 长久覆盖的阴霾 好似被什么 吹开了一点 他仔细回想了想道 我爹爹 应该没有吧 我祖母的话 他不能确定 照你这么说 并不是我的错了 江心问 到底只是个 不满十五岁的女孩子 不管多么孤僻 也有偶然的天真 听到这话 顾景之就笑了起来 他不由伸手 摸了摸江心的脸 傻孩子 怎么是你的错呢 江心没想到 顾景之会如此 身子有点不自然 你装大人 江心的 顾景之又笑 他的笑声很豪爽 没有归宗姑娘家的矜持 江心听了 心里很喜欢 再过些日子 我就要嫁给卢阳王了 顾景之对江心的 别人都说他是傻子 你一定也听说过的 我倒觉得他很好 我能接受这世上的人 和我们不同 每个人都是上仓 恩赐给父母的礼物 你爹娘定是极爱你的 不管你到底 能不能看见颜色 江心又是一乐 他只感觉 自己活了十四年 从来没有人 跟他讲过这些话 顾景之的话 好像在他面前 铺出了另外一条路 一条通向不同地方 却让他有路可走的路 我若是好了 去交你这个朋友 江心笑了笑的 对了 你能知色盲吗 我不能 很抱歉 顾景之遗憾的 江心倒也不失望 没事 你不用说抱歉 江心的 停顿了一瞬 他又道 我一生下来 就是如此 根本不知道 自己和其他人不同 渐渐长大了些 总听他们说什么 姑娘穿粉红的好看 穿红色的好看 甚至 到了做四季衣裳的时候 我娘会叫了我去 问我喜欢什么料子 一块块的料子 有些暗 有些亮 没什么不同 我娘和姐姐 总说我是小傻子 我小时候 就比较有心悸 我也不说 只按中看 时间久了 就知道 不管是母亲 还是姐姐 总会说些颜色的名字 我总是云里雾里的 我不想人知道 自己暗暗留心 每每换衣裳的时候 我总要折腾丫鬟们一番 有时候 胡乱指了衣裳 妈妈和姐姐们 总会劝我说 什么姜黄色的被子 不好配十六红裙子 银红的被子 搭配月白色的裙子也好 灌绿色的也好 只是配藏青色的 就不太好看了 慢慢的 我就知道 除了我之外 他们能看见 很多不同的东西 顾景之轻轻嗡了一声 全色盲比较少见 顾景之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娘呢 说过两次 她都不留心 将心的 还说是我傻 不懂如何打扮自己 将来成了大姑娘 就懂了 我总不能又哭又闹吧 我还跟姐姐说了三次 而后 也成了她取笑我的画柄 说我是乡下来的姑娘 居然觉得 衣裳料子都是一样的 顾景之叹了口气 在这个年代 音学落后 这些事情 根本不会引起注意 在色盲症中 像江心这种全色盲比较少 绿色盲 红色盲等等 相对就多些 像绿色盲 或者红色盲等 一生下来就如此 在没有红绿交通灯的古代 引起注意比较少 从小就没有见过红色 或者绿色 色盲患者自己 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不能分辨 在她的世界里 仅仅是红色不存在而已 所以江心跟母亲和姐姐 说了自己的情况 江夫人和江大小姐 在没有色盲症意识的前提下 根本不能体会到江心 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江心自己所说 她从小就比较敏感 且早熟 她也不会追着家里人去告诉 知道自己有病 却又无人能明白 整个世界 只有单色的人生 她短暂的生命里 没什么乐趣 顾景芝也不能想象 单色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很小的时候 我娘总说我呆呆的 顾景芝的 我针线做得特别差 总被师父骂 诗词也念不好 原先还想学琴 又没有天赋 不过我学医很厉害 江心微微地笑了笑 她知道顾景芝在安慰的 可顾景芝的这些缺点 和她的单色世界比起来 实在太不足味道了 我并不难过 我很少去为自己 没有的东西而伤心 我只知道 为了自己擅长的东西而努力 像不像个傻子 顾景芝笑着道 江心突然就愣住了 你呢 顾景芝又问江心 你擅长什么 有为了她好好努力过 从而因此成名吗 顾景芝因为医术 明满经常 江心特别地羡慕的 她不仅仅羡慕她的医术 更羡慕她是个正常人 可听了顾景芝最后的话 江心突然紧紧地咬住了唇 各种情绪 一时间全部涌上心头 她为了自己的缺陷 伤心太久了 费时费力 反而让她没有好好利用自己擅长的 她擅长什么呢 她江心擅长的可多了 光她一目十行 且过目不忘的本事 满经城都无人能及 她若是个男子 状元都能拿下的 而至今 她的长处全部被淹没 反而让缺陷折磨得快要死了 江心肃然情绪波动 呼吸有点急促 顾景芝就沉默了下来 她知道 江心把她的话听了进去 她安静地等了片刻 等江心的情绪彻底安静下来 顾景芝才道 我去和你娘说一声 再叫秦太医给你开房子吃药 可好 好 江心的 她语气里流露出几分对吃药的渴望 连她自己也听出来了 她玩耳一笑 虽然不美 可顾景芝看到了她心路的回转 年轻的女孩子总容易钻牛脚尖 有时候入了死胡同 一直走不回来 江心掩饰 她陷入了悲观里 无法自白 这并不算什么缺点 顾景芝知道 她很羡慕顾景芝现在的名声和成就 就用自己的成就去刺激她 她果然情绪起伏 她的病尚未入膏肓 含有转机 顾景芝起身 去了江夫人的上房 江夫人和江家大小姐江云正在等着 顾景芝给江夫人行礼 也顾不上喝茶 把江心的情况说给了江夫人听 又让江夫人去请秦师寺 让秦师寺炮制造脚刺 和大黄煎浓汁 给江心喝下去 江夫人和江云都蒙了半赏 甚至没听到顾景芝后面的话 她的确是说过 江夫人回忆王室 顿时懊恼 悔恨 我只当她不爱美 哪里知道 江云也分外自责 剩下的顾景芝帮不上什么忙 她起身告辞 江夫人却留她 仔细又把色盲症 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的救 问了一遍 先跟二小姐熬药 咱们再慢慢说 顾景芝的 江夫人回神 忙让丫鬟去请秦深寺 顾景芝就跟江夫人和江云 说起了自己所了解的色盲症 听说色盲症是遗传 且是交叉遗传 江夫人回想了圆平侯江娘的日常银行举止 她猛然想到了一件事 未经许可 编医 未经许可 编医